我们开头先给你看一个车标 你要是对电竞感兴趣的话 你应该知道 EDG战队给它冠名的汽车品牌 就是它 它就是合创汽车 其实这个牌子2018年就有了 他们现在旗下有三款车 007Z03 A06 咱们今天就来看的是 这个最新款的A06 从头整体的带大家看一遍 首先车头特别低 然后做了一个全封闭 两个车灯一起往中间距 你再往这边看 你是不是刚才看完前面 你觉得这个车没多大 但是你看这个轮毂 它是一个19英寸的 可是放在这台车上 它不显大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4米9加的一个车 它的轴距都超过了2米85了 还有它充电口其实在后边 这么大的一个车 你要是怼进去充电车 充电要是在前面 那你停车会非常的有困难 所以这个会给你一些帮助 再有一个电池是70多度的 也支持外放电的功能 还有说一下车尾 车尾它也用了一个贯穿式 等其实车尾整个非常的简洁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上翘的 这种小压尾 就整个看下来呢 你还是觉得 就是车的这种线条的过渡 非常的自然 给它带来的好处 就是风阻系数非常的低 只有0.217 内饰的感觉跟外观差不多 都是比较简洁的 它有晨曦白和星际黑 两个颜色 然后你看它的椅子 其实做了一种 就是一体式的这种运动的椅子 它也是有这种侧翼的支撑 其实坐姿是稍微有一点偏高的 这是一个14.6英寸的屏 这是一个10.25的一块屏 它整个没有做任何的按钮 这边放了两块充电板 这块是无线充 这块是一个Type-C口的 一个60瓦的快充 车机呢肯定是骁龙的815 然后你看一下 它的各方面的流畅度 其实我觉得它跟这个派的特别的像 它除了能下边去点一些菜单 它上下左右 就是都可以这样去滑 再有一个 就是它的这个界面 你看啊 我们通过这边可以进去 它有一个 就是我们很中国化的一个东西 它叫24节气 它的壁纸 其实只要你选定了24节气 到那一天 它自己就会跳出来 我不知道你们最近看不看一个热播剧 叫青青日常 那个里面就有24节气姑娘 那现在就要问你 你知道你看到节目的这个时间 大概接近哪一个节气吗 它这个没有什么实体的按键 所以说它大部分的功能 不是你在屏里外点通过方案盘去触控 要么就是通过语音 它的语音呢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的 关键是它自己有很多的传达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它唤醒也挺简单的 而且它支持你的连续指令 再有一个你可能会想说 那这个车也没有什么按键 我通过去互换它 那后面的人有什么需求怎么办 一样就是它整个的唤醒 其实这四个区域都已经分布了 然后再给你看一个东西 它有一个多摩语音 就是它在这 它甚至会识别你的唇动语音 我就感觉挺逗的 但是就是它看着我的嘴去动 来识别我说的什么口令 会不会觉得很神奇 然后一样它也有手势控制 什么就是大家以前常见的 什么这个呀 什么这个呀 点赞啊 手掌张开啊 它这些也都行 它这个空调两边的这个口的设计 是往上吹的 它就是不对着人直吹 我觉得尤其是像冬天 这种吹暖风的这种情况下 其实很多人换季的时候 都会觉得脸上比较干啊 或者比较敏感泛红的一个状态 你要是对着脸这么直吹 你就真的会觉得受不了 感觉脸会裂开 有那种刺痛感 它就是会在周围这种 形成一个气幕的感觉 让你的温度能上来 但不让人的皮肤难受 然后它上面呢 是标配了一个很多车 现在都有的这种一个大天幕 它是1.7平的 但是这个天幕呢 也是那种就是高照度 低辐射的天幕 所以你能看出来 它的玻璃肯定跟周围的 这种玻璃是不太一样的 好 现在找了一个我1米74的同事 他调整好了他的驾驶坐姿 然后我现在坐在了后排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空间上面的这种感觉 就我觉得它的坐垫长度做的还可以 还有一个给大家看一眼细节 就是它的坐垫的厚度 做的也是挺厚的 这种好处就是 因为它臀点低 坐垫厚 它其实完全能够拖住你的腿 其实你看我们女生穿高跟鞋 一般可能都会暴露 就是这一块坐垫的问题 但是你看它其实还好 然后再有一个 这俩椅子的软硬程度 前后排有明显的区别 你看啊 它前排的这个头枕 基本上你是捏不下去的是吧 但是你看后排的这个头枕 就是前排 它为了开车 它给你一体式的椅子 它后排其实还是考虑到了乘坐 后排的椅子还是比较软的 再有一个 就是通常我们坐在这个位置 望过去的话 你会觉得 哇 前排的那个一体式的椅子 整个都塞满了你的一个视觉的感觉 你会觉得说有点压抑 但是这台车呢 它用了很多的浅色 包括天目 包括它上半部分的浅色 你就觉得说 加上我自己的坐姿也比较高 就是感觉看出去 没有说整个车很沉闷啊 显得车很小的那种 这台车是纯电架构的 我们今天开的这个是单电机的前驱版 它还有一个双电机的四驱版 这台车呢 就是单电机银行好630 双电机的驱航就是500多 但是双电机的0百加速 就是要比这个快 那个是3秒7 它其实开起来 你会觉得它是偏舒适的 但是它过街缝过坑洞 你有感觉说 它其实能够把这些东西 都过滤的挺好的 这台车它是前麦克逊后五连杆的 我觉得它的那个后五连杆 就在它这方面能够帮助很多 然后另外呢 我这几天在用它的车机的导航 我觉得它的车机的导航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其实跟我们手机的 现在的新导航的功能很像 就是它有红绿灯的这种独秒的功能 就比方说前面马上变绿灯了 它会提醒你 绿灯请其不行事 就不像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自己等红灯的时候会过了 然后车催你啊什么的 其实这台车你也挺难界定的 就是它到底是偏舒适 还是偏运动的一个车 你就觉得它是在这两者中间 其实我现在也是在用一个 比较快的一个速度 在过这个小的弯 你看它的车身的姿态的这种保持 即便说我的坐姿比较高 但是我也觉得说 在80左右的时候 我去完成这个弯 我也并没有感觉我身体的那种离心力 其实它还是能挺好的 把我控制在这个椅子上的 然后在它的几种驾驶模式当中 我觉得它的舒适模式可以改一个名字 比如说叫城市模式 因为它其实特别适合在城里边堵车开 尤其是它的那个动能回收 因为它调的级别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是在城里的话 就是你会觉得说 我可能用这个模式开 会不用频繁的这么左右搅换 会觉得省事一点 然后它的运动模式呢 我会觉得说运动模式一开头 就特别的窜 特别的猛的那种感觉 可能说我的续航电量比较足的时候 我上了高速 我可能说从引桥过来 我三四十的限速直接啪我就撩到120 你可能会觉得有那么一段你跑得很爽 但是我自己很喜欢用它的专属模式 因为它的专属模式里边的每一项都是可以你自己调的 你看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它的动能回收的级别 然后包括能量输出的等级都可以自己来调 我们现在选的就是让它的制动整个都是比较柔和的 然后让它的动力的输出是这种中等的 我就觉得这样开起来就感觉说就像一个汽油车一样 就比较的缓和让大家觉得说挺好适应的 结尾咱们来总结一下这台车 我们觉得呢它跟传统车企的丰田在感觉上是有一点像的 比如说它们都没有一些花里扶哨的东西 都是比较偏重使用的 当然它还是一个新品牌 再有就是它在全国已经有240多家门店了 售价是18到27万 再有就是它是有自己的工厂的 工厂是在浙江 如果下次你看电竞看EDG的比赛的话 记得合创是他们赞助的 它是一个汽车 如果你要是好奇的话 可以给你的小伙伴们讲一讲 A06这台车你的感觉怎么样